欢迎来到狗熊岭怪谈世界,请遵守以下规则 规则一,光头墙疯了 规则二,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你就是李老板 李老板就是你 规则三,狗熊岭只有一头熊是清醒的 另一头熊是个疯子,见人就杀 规则四,当光头墙穿上睡袍,它是无敌的 它的命令你必须照做 否则光头墙会陷入暴怒 规则五,太阳落山后你不能离开木屋 规则六,你每天必须给光头墙支付防费 规则七,森林里的熊喜欢吃蜂蜜 你每天可以用一罐蜂蜜和它玩真心化大冒险 它会遵守游戏规则 规则八,以上规则有一条是假的 想办法逃离狗熊岭 但在此之前,你必须先在光头墙家住两个晚上 让我住两晚 可是我一落地就宰了熊大,不经意就灭了肥波 住两晚,你狗熊岭恐怕不够,我糟蹋吧 银银温馨提示,请打开WiFi,正文开始 空洞的播报声结束后,我有些茫然的左右环视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规则已经够我头疼的了 居然还有一条是假的,太折磨了吧 不久前,我还在家里的沙发上舒舒服服看着熊冲没最新重制版 时间刚到晚上十二点,电视机突然一闪一闪的 电视里的光头墙突然回头冷冷地看着我 严肃的目光像是真的能透过屏幕 我只觉得天旋地转,再睁眼,就已经出现在一座小木屋前了 这门窗,这玉米,这辣椒,这不是光头墙家吗? 我反应过来,快步上前绕着木屋观察了一圈 现在门还锁着,光头墙估计不在家 规则里面说每天要交防费,但没说具体要交多少 我轻轻拍了拍身上各处的口袋 找到了四百块现金,一小罐蜂蜜,还有一包开了风的中华 不知道一晚上防费多少,莫名其妙来到这么诡异的世界 要是没能遵守规则,肯定没什么好下场 打定主意,我决定进森林内部寻一些山货 在天黑之前到集市上卖掉,换取今晚的防费 往森林走了几步,我突然回头,看向光头墙家的窗户 那里挂着一把擦得正亮的猎枪 森林里的空气无比清新,凉凉的风吹到脸上 让我不由精神一震 一路走来,我倒是也看到了森林里才有的东西 但都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 之前要是知道有一天会沦落到要靠捡垃圾换防费 说什么也得许个寻荣分金 掐指一算,什么都知道了 无奈地摇摇头,我把一只中华叼到嘴上 这么好的烟,不抽白不抽 光头墙如果真的疯了 我还要在他家住两个晚上,就太危险了 该怎么保证自己的安全,一边走,我一边私存 随着越来越深入森林 这天蔽日的树木也让视线变得越来越昏暗 趁着还没有完全看不到天空 我赶紧多观察了一下 没有手机,只能用这种笨办法粗略的估计 看天色,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 但算上来回即逝的路程 留给我的时间也不会太充裕 我皱了皱眉头,心里有一股紧脱感 规则四,太阳落山后你不能离开木屋 我不打算以身犯险 冒着生命危险去验证晚上不留在木屋会有什么后果 铁头娃有很多,但我不是 脚下稍稍加速 我的眼神也观察得更加仔细 生怕错过了什么天才地宝 我现在面无表情 但我的内心并不如我的外表一般平静 因为我面前站着一头红棕色的大熊 熊触摸里的熊大 它是在我闭上眼睛深懒腰的时候出现的 再一睁眼,差点吓得我离开这个美好世界 这可不是人畜无害的动画片 这是三维的现实世界 两米多高的一头巨熊突然出现在我眼前 我连呼吸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规则三,狗熊岭只有一头熊是清醒的 另一头熊是个疯子,见人就杀 我脑内警铃大作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头熊到底是不是清醒的那一头 越来越近了 近了我可以闻到它口中的心臭 熊大有些猙獰的脸上带着拟人的笑容 看起来又变态又甚人 太近了,近得甚至连掏枪都来不及 现在如果我选择立刻跑 我绝对会立刻去世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我深吸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像动画片里面一样可以交流 但我也只能尝试,等等 这一刹那,我就像柯南一样 脑子里羞了一下过去一道闪电 规则七,森林里的熊喜欢吃蜂蜜 你每天可以用一罐蜂蜜和它玩真心话大冒险 它会遵守游戏规则 蜂蜜 我不知道如果熊大是疯的那只 蜂蜜还能不能奏效 但此时此刻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死马当活马一把 我赶紧打开拉链 从口袋里掏出那一小罐蜂蜜 尽量柔和地递过去给熊大 尽管规则说熊可以用蜂蜜做交易 但这毕竟是一头旁然大物 我承认我真的有点腿软 喉 短暂地滴吼后 熊大并没有受信大发 而是伸出手接过了蜂蜜 硕大的熊掌此刻却那么轻盈 这该死的诡异感就像是张飞秀珍 鲁之身之布 熟练地撬开 一罐蜂蜜被分为几次 缓缓倒进了熊大的嘴里 吃完后他甚至还擦了擦嘴 看起来颇有一些优雅 他终究还算是遵守契约精神 吃饱喝足也没有翻脸不认人 至少目前还没有 熊大缓缓地开口道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我却有点出戏 怎么做到的呢 这又不是动画片世界 这熊怎么一开口说的是人话 甚至还是配音演员的声音 看到了熊大眼里的不耐烦 我没敢接着发散思绪 真心话真心话 我想知道该问什么呢 现在已知的信息说多不多 但说少好像也不太少 有什么信息 是我必须通过熊大了解到的 还对我的生存能造成影响的 光头强 晚上如果出木屋 一个一个的问题 在我脑海中迅速掠过 又迅速被否决 一天只有一次机会 我这个问题 必须能直接影响到我的安全 像是晚上如果出了木屋 会怎样这种问题 我虽然也好奇 但我知道只要照做就可以了 没必要浪费宝贵的提问题机会 一天只能提一个问题 等等 一个 森林里有一头熊疯了 见人就杀 疯了的熊很危险 那另一头呢 是不是另一头 我可以化为己用 当做我的助力 打定主意 我必须通过这个问题 探究它到底 是不是能帮我的那头熊 如果能多个助力 我的生存跑路会更加顺利 反之 我就得快点溜了 想到这里 我一边开口问出我的问题 一边不动声色地拉开 和熊大的距离 万一等下得到的结果 让我感到遗憾 我也不能占原地送吧 我想知道 我看到你该不该逃跑呢 我微微侧过身 稍稍阻挡他的视线 同时将手靠近了猎枪 熊大等得不耐烦到了极点 听到问题不假思索 就回答道 你当然应该逃跑 在规则的要求下 吃了蜂蜜的熊 必须说实话 所以他根本撒不了谎 我心里一沉 规则说得很清楚 第二头熊会杀人 这货不是好人啊 熊大这时候也反应过来了 露出了笑容 只是他那张脸笑起来 实在有些甚人 所以我讨厌人类 总能让我觉得 自己不是太聪明 顿了顿 熊大补充道 当然除了光头墙 太近还是太近 现在我如果直接拔枪 很大概率 在我开枪前 熊大就会七十二上 把我撕得粉碎 哈哈哈哈 我突然仰天大笑 熊大迟疑地看着我 停下了脚步 我拔腿就跑 用了升平最快的速度 熊大反应也很快 察觉到自己又一次 被我算计到了 四足狂奔 圣目之下 跑得像辆摩托车一样 见起漫天烟尘 但是我的目的 已经得逞了 抢先起步的这段距离 已经足够我从容 掏出大宝贝 光头墙的猎枪 由光增亮的 看着像一件艺术品 我把枪口对准熊大 手指轻轻搭上扳机 熊大看到我掏枪 本能的一惊 但待他看清我手中的是 光头墙的猎枪后 眼中充满了不屑 光头墙的武器 他打了多年交到了 从来没有伤到他分好 盲目的自信 充满了他的脑袋 我要上去 把他撕个粉碎 熊大赤红的双眼 已经被暴虐占据 再度加速 熊大一跃而起 向我狠狠扑来 熊大走了 走得很安详 熊大对光头墙的枪 并不害怕 还是冲了过来 但我是正常人 不会像光头墙一样 枪法偏那么多 熊大被我一枪爆头了 可是他险些跟我一换衣 巨大的惯性 让他还是飞扑过来 我尽力闪避 也没完全躲开 光头墙的枪被他压断了 我的脚也是 我被吓得不轻 到现在还是面色苍白 汗流加倍 我大口喘得粗气 毕竟是第一次 亲身面对这种东西 哪怕有枪 也很夸张 但渐渐的 我脸上还是出现了笑容 这不就是我心心念念的 要进森林寻找的 天才地宝吗 虽然不知道 房租具体要多少钱 但是把这么大的玩意儿 带去集市上卖了 晚上的房租 怎么也够了吧 我费尽千辛万苦 找到简易的运输工具 终于把熊大的尸体 运到了集市上 一瘸一拐地 来到一个 收动物皮毛的摊位 我想看看这个老板 收不收熊的尸体 虽然快到晚上了 但是现在太阳 还是挺刺眼的 狐狸狼 野猪的皮毛 随意被放在木箱子顶上 箱子表面散落着 动物的毛发和灰尘 老板是个小胡子 穿着得体的西服 戴着金丝眼镜 看起来像在拍电影似的 此时小胡子正坐在椅子上 看着今天的报纸 老板 你要狗熊不要 我一瘸一拐走上前 给小胡子派了支中华 小胡子放下报纸站起身 接过烟 走到柜台外面来 他眯着眼 绕着熊大走了一圈 时不时翻翻这块皮 拍拍那块肉 一抹贪婪在他眼中一闪而过 开门做生意当然要收 你想要多少钱 我对熊出没世界的金钱观 没有什么概念 于是我便随口报价到 两千块吧 若是在现实世界 两千块买一头熊 绝对是地板价了 想来在这儿也差不到哪里去 小胡子没有说话 沉阴片刻 眼珠转了一圈 他看看熊 看看我 看看熊 再看看我的脚 我可以给你一百块 小胡子报价 我转身就打算走 气死我了 这间商还坑了我一只好烟 要不是我脸皮没针的 李老板那么厚 我都从他嘴里 把我的烟抢回来了 看小胡子这反应 并不是我要嫁高到哪里去了 而是他见我是个软柿子 想要欺负人 慢着 我这里可不是你想来 就能来想走就能走的地方 小胡子这话刚说完 他为后面出来 两个牛高马大的壮汉 一个满脸落腮糊 一个身上全是纹身 两人都是一身肌肉 明显不是好惹的 糟了 这伙人想要抢买抢卖 我气得不行 但又不敢不停下 好汉不吃眼前亏 老板这是什么意思 我没好气的说道 这位朋友 你这头熊一百块我买了 小胡子眯眼笑着说 我看看他 看看两个壮汉 看看他 看看两个壮汉 我服软了 这头熊就暂时放他这里 要是后面有机会 离开狗熊岭之前 我必须得狠狠收拾他一顿 但现在不适合和他发生冲突 我本来就被熊大撞到 战斗力大跌 要是在这里 又被他的打手揍一顿 未必能安全的 在光头墙家活两个晚上 规则一 光头墙疯了 疯子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终于在太阳落山前 回到了光头墙的家 脚受伤了 根本走不快 一瘸一拐地回到木屋 餐桌上摆满了一桌子菜 还在散发热气 但是光头墙却不见踪影 人呢 我正奇怪呢 就听到卧室里面 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 原来是光头墙在翻箱倒柜 光头墙听到身后的动静 回头看到我 一脸的惊喜 李老板 你来了呀 快吃饭快吃饭 算了不找了 我的枪肯定是被臭狗熊偷走了 该死的臭狗熊 敢糟蹋我的猎枪 我心里想你的枪确实被糟蹋了 只不过不是被臭狗熊 是被我 甚至连臭狗熊都被我糟蹋了 但我表面却不动声色 他还一笑顺着他回到客厅 哇塞 这么丰盛呢 没看出来啊 光头墙 你还有这本事 我尽量模仿着李老板的口气说话 同时观察着光头墙的表情动作 生怕他突然暴起 嘿嘿 李老板 我平时都是自己做饭给自己吃 所以厨艺还是不错的 光头墙摸了摸脑袋 傻笑道 光头墙不是疯了吗 怎么现在看起来和平时没有区别 难道这条是假的 还是说光头墙发疯是间歇性的 不知道 现在信息不足 还不知道具体是哪种情况 我打定主意决定静观其变 我也担心饭菜里会不会被下了毒 但是规则要求我在这住两个晚上 我要是一直不吃饭 光头墙发疯了我怎么拦得住他 只好硬着头皮往肚子里塞 还别说味道是真不错 哈哈哈哈 不错 不错 这顿饭我很满意 你想要多少钱防费 告诉我吧 光头墙骨子里对李老板是有些畏惧的 这么多年都有心理阴影了 因此听到这句话 光头墙本能的摇头 不用了李老板 这是我 话说一半 光头墙突然定在原地 双眼无神 像个机器人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开口 李老板 每天的防费是500块 请别钱 光头墙把手伸出来 朝我要钱 我心中一寒 是规则出手了 请别钱 光头墙见我没反应 又说了一遍 并且面无表情地向我靠近 我见状 只好掏出口袋里仅有的500块 拍到他手上 拿去吧光头墙 今天的饭菜我很满意 我若无其事地岔开话题 收到钱后 光头墙眼里的无神感逐渐消失 我正松了一口气 光头墙却突然疑惑地自言自语道 李老板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 都不像我认识的李老板了 光头墙边说边看向我 脸上的表情变得很诡异 你不是李老板 你是谁 告诉我你是谁 他越说越激动 一步一步向我走来 伸出手还要抓我衣领 我手心全是汗 大晚上的这太刺激心脏了 我得赶紧想个解决办法 不然第一晚就被解决了 我可能就再也回不去了 规则二 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你就是李老板 李老板就是你 我就是李老板 我就是李老板 我就是理直气壮的李老板 李老板是不会被光头墙下到的 更不会被光头墙要挟 我也没有真的露出什么马脚 而且我现在脚瘸了 跑也跑不动 如果他真觉得我有问题 他肯定直接就把我杀了 所以他现在其实是在纠结 或者干脆就是在炸我 光头墙 我有的是钱 我想给谁就给谁 我想不给谁就不给谁 懂了吗 我面色尽量保持平静 嚣张地说道 光头墙的表情逐步回归正常 有些茫然地答应道 懂了 李老板 好险 蒙混过关了 我深呼吸几口 平复下紧绷的心 目前看来 光头墙的发疯 更有可能是间隙性的 如果我的行为刺激到他 或者让他觉得不对劲 他越想就会越发疯 反之 如果我的行为 让他觉得是合理的 就不会太危险 木屋里和木屋外 是两个世界 屋外一片漆黑 狂风大作 屋内灯火通明 还有壁炉取暖 我和光头墙 坐在沙发上看着新闻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虽然旁边 坐了个不太正常的人 我确实有点紧张 但是自从我发现 不主动刺激 他就会比较稳定之后 我就尽心尽力 扮演着李老板的角色 我喝了杯水 现在放松下来 感觉非常疲倦 光头墙的声音突然传来 李老板 家里的柴火没有了 你去森林里捡点柴火 回来取暖吧 你要不要听听 你自己在说些什么 大半夜的天寒地冻 你让我一个人 进森林里捡点柴火 哪怕不考虑规则说 晚上不能出木屋 我都不敢出去 现在我可没有枪了 谁知道外面有什么柴狼虎豹 更别说规则 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刃 光头墙 你是不是觉得 我正准备扮演好李老板 跟光头墙拿枪拿掉 让他摆正自己的位置 余光却突然撇到了他 这一瞬间 我大脑一缩 一股良意从尾椎骨质冲天灵盖 睡袍 光头墙穿着睡袍 规则四 当光头墙穿上睡袍 它是无敌的 它的命令你必须照做 否则光头墙会陷入暴怒 什么时候 明明刚刚穿的还不是这一身 这么一犹豫 光头墙已经陷入了圣怒的边缘 他伸手往后一掏 就摸出来一把电锯 我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它是从哪里掏出来的电锯 我怎么没看到旁边有电锯呢 但现在不是思考这个的时候了 我重伤未遇 如果他要宰了我 我根本没法反抗 我只能乖乖按他的指令照做 光头墙 我突然觉得房间里不够暖和 我打算进森林里剪点柴火 我露出个牵强的笑容 慢慢往门口挪不规则舞 太阳落山后 你不能离开木屋 现在往前也是死 往后也是死 我到底该怎么办 难道把生命寄托给虚无缥缈的命运吗 就硬拿命去赌 不能冲木屋 这条规则是假的 我真的很讨厌这种 命运被别人掌控的感觉 光头墙在背后虎视眈眈 拿着电锯把我往门口赶 哎 无命休矣 希望留个全尸吧 被电锯拒碎也太难看了吧 任命的把手放到门把手上 正准备开门去送 喉 一声有些熟悉的吼叫在门外响起 然后是剧烈的拍门声 熊叫 我不是杀了 难道是熊二 木屋的门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 熊拍了半天也没拍烂 光头墙看起来也清醒一点了 饿呀 可恶的臭狗熊 我一定会宰了你 饿狠狠地骂了几句 但是因为今天回家发现枪不见了 光头墙也没赶出去找熊二大战 下次我们心仇旧恨一起算 臭狗熊 光头墙还以为是熊大或者熊二 把他的枪搞没了呢 其实确实也是 光头墙此时也不提要我进森林 捡柴火的事情了 他扭头回到壁炉旁 光头墙的猫咪肥波 肥波正慵懒地趴在壁炉边烤火 见光头墙过来 撒娇地喵了几声 我心都化了 肥波今天这么乖呀 光头墙傻笑着蹲在地上 轻轻地露着肥波的毛 肥波享受地打着呼噜 光头墙面色突然一变 死猫咪 炉子里柴火本来就不够了 你还敢抢我的暖气 本来顺着毛摸的手猛地一拽 一把将肥波提了起来 喵呜喵呜 肥波本来享受得好好的 猛地受到惊吓 顿时发出了惊恐的叫声 暖气是我的 所有东西都是我的 敢抢我的东西 不我去死 光头墙把肥波高高举过头顶 然后往燃烧的火堆里面一砸 喵熬 凄厉的叫声响撤木屋 与窗外呼呼的风声搭配 显得无比诡异 我看得心里一紧 振振寒意 肥波身上散发着火焰 拼命想往壁炉外面跑 光头墙见他差一点就要逃出来了 跟踢足球一样猛地蓄里一脚 又给他踹回去了 这回肥波彻底不动弹了 壁炉里发出滋啦滋啦的响声 烤肉的焦香传到房间 光头墙做完这一切 又回头一言不发盯着我 我马上打了个哈哈 你的 都是你的 光头墙 暖气都是你的 我进房间睡觉了 哈哈 挤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我缩着身子 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挪不进了房间 关上门 透过不算厚的房门 我听到外面一阵笑 一阵哭 一切都是我的 李老板也害怕我 哈哈哈哈 肥波 我的肥波 你不能离开我 都是我的 一切都是我的 哈哈哈哈 我醒来已经是中午了 昨晚又累又怕 还很冷 哼哼唧唧半个晚上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迷迷糊糊睡着的 到客厅看了一下 家里就我一个人 光头墙不知道去哪里了 简单吃了个早午餐 我在光头墙的冰箱里 搜刮出来一瓶蜂蜜 今天要去找熊二 最好是能和他结盟 我在家里翻箱倒柜 终于选了一把小刀 当做防身武器 优点是真的很小 可以隐藏起来 有个武器总好过赤手空拳 我哼着熊出没的主题曲 不乏轻快地向森林挪动 冬眠假期刚刚结束 还有点糊涂 滴答滴答 鸟在头顶把森林叫醒 暖暖阳光让我好舒服 太阳照在身上暖阳阳的 让我的心情都没有那么阴霾了 树上有只猴子突然跟我说话 这里有好吃的香蕉和橘子 你要吃哪一个 我惊讶地看过去 大头娃娃 招风儿 这不是熊出没的毛毛吗 毛毛你好 我想吃橘子 毛毛闻眼把手伸到背后 掏了两个橘子出来 往我这一抛 我面色有点凝重 毛毛连裤子都没穿 他这是从哪里掏出来的 我拿着橘子闻了闻 没有异味 毛毛看到我的反应 大笑着从背后掏了一个果栏出来 哦 原来是在树上太高了 我没看到有个果栏 告别毛毛 我接着赶路 吃着橘子晒着太阳 我慢慢往森林深处走去 你是说光头墙也疯了 熊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是啊 他用枪打死了熊大 昨天还把肥波当柴火烧了 我半真半假地说道 心里默默给熊二道个歉 不撒个谎 我可能活不过今晚了 而且你哥哥也疯了 我只是想活下去 熊二喘气声都变大了 他也知道熊大疯了 但熊大毕竟是他哥哥 昨天在森林里 发现了熊大的血肉 旁边还有光头墙的猎枪 他这才半夜 去找光头墙讨不说法 可惜有规则之力 木屋拍不碎 熊大疯了 光头墙也疯了 下一个到谁呢 熊二的语气有些低沉 我见状趁热打铁 据我所知 光头墙是最先锋的 说不定熊大都是被他传染的 熊二听了更加气愤 我伸手递过去一罐蜂蜜 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光头墙想杀了我 他也想杀了你 他还已经杀了你哥哥 熊二想了想 还是接过了蜂蜜 我们要玩什么游戏 熊二问声问气地说 看来是规则告诉他 接了蜂蜜就要玩游戏 大冒险吧 今晚我可能有危险 你得来保护我 熊二像吃人生果一样 一口就把一罐蜂蜜吃完了 嘴里塞得满满的 点头答应下来 我很高兴 这个联盟算是组建起来了 有这么一个高端战力 我的生存概率会大很多 况且光头墙没有枪了 今晚应该不会太危险 我又一次来到了集市 这里一如既往的热闹 来来往往的行人 沿街叫卖的商贩 和正常人在一起 我会感觉很放松 没有死亡威胁 笑着打量着这美好的一切 突然我的笑容一将 该死的小胡子 拐得动身离开 我还要立晚上的逃离 做一些准备 你是说明天早上六点钟 让我到森林外面的木屋去接你 车夫一脸惊讶地问道 是的 我今晚去朋友家聚会 结束了需要有人接我 可以是可以 就是这个酬劳嘛 车夫笑着接下了这个火 我掏出剩下半包中华 自己叼了一根 剩下的拍在他手心上 你放心 老乡 钱都好说 明天我给你这个数 我吐了一口烟圈 笑着伸出五个手指头 啊 哎呦您放心吧 李老板 我肯定按时到 不 我肯定提前到 车夫笑得很开心 我也笑得很开心 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拿什么给你 但是今晚之后我就跑路了 管他那么多 晚饭前 我回到了光头墙的小屋 但我现在的后悔 回来得那么早 应该卡着太阳下山的时间回来的 因为光头墙又犯病了 光头墙坐在沙发上 手里抓着一具毛茸茸的无头尸体 茶几上散落着一颗猴头 吉吉国王死了 光头墙一只手拿着吉吉国王的尸体 一只手拿着一把刻刀 在尸体上刻字 希望吉吉国王保佑我今年发大财 代替李老板 嘿嘿嘿嘿 光头墙双目冲血 血丝密布 一边傻笑 一边说着这些诡异的话 你把吉吉国王杀了 还在这里虐待尸体 你还指望吉吉国王保佑你 他但凡死后 真有点超凡力量 都得托你陪葬 但我也没有那么难过 因为我和吉吉国王不认识 今天给我送橘子的是毛毛 吉吉国王驾崩了 就该毛毛当国王了 我脑子里胡思乱想 光头墙突然又来找我打话 李老板 今天的防费该交一下了 糟糕 今天光顾着拉帮手布局后路了 忘了还要交一天的防费 凶二天黑后才会来助我 车夫更是十二点之后才到 原水解不了进客呀 我脑袋飞速运转 光头墙却不想给我太多反应的时间 他咧嘴露出一嘴牙 上面还有几左不知道什么动物的毛 光头墙放下吉吉国王 手拿刻刀开始向我走来 怎么办怎么办 刚刚不慌 是因为刀子没落在自己身上 但现在刀子好像真的要落在自己身上了 直接跑出木屋 反正天还没黑 我立刻又打消了这个想法 因为天总会黑的 我现在跑出去 光头墙不让我进来了 晚上就真的是死无生了 我非快思索着规则 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信息 是我现在可以利用的 第一条不行 第二条没用 第三条 光头墙已经来到了我的面前 我刚想要退 微微一动脚上就传来刺痛感 提醒我我的处境 我咽了口口水 光头墙 防费我不会差你的 你知道我不差钱 明天 明天怎么样 明天我给你三倍 我尝试忽悠一下光头墙 但明显不太奏效 为什么我知道不奏效呢 因为光头墙一只手 已经掐住我脖子了 他天天去木头 肌肉非常强壮 再加上现在他发疯了 我还重伤未愈 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我两只手尽力去掰开他的手指 但他的手指就好像钢筋一样 死死扣住我的气 管 我脸都憋得胀红了 喘不上气来 嘴巴张张合合 想要说点求饶的话 但又知道注定无济于事 难道真的要这样陨落了吗 我脑子已经有点空白了 这是缺氧的后果 在胜利的前夕倒下 也太悲壮了吧 我这两天夹着尾巴 忍气吞声 各种狗不敢得罪人 还却做了那么多准备 找了盟友 铺了后路 怎么这个疯子直勾勾上来 哎我我就要倒下了呢 不 我不能死在这 求生欲让我脑子飞速运转 我从来没觉得头脑这么清明 规则六 你每天必须给光头墙支付防费 对 规则六 我眼睛瞪大 眼里闪过激动的神色 规则六 只是说我每天必须支付防费 但没说一定得是五百块 甚至没说一定得是钱 五百块是昨晚的光头墙自己说的 但是现在的他是疯子 他未必知道要收的防费是什么 我的判断未必准确 甚至可能激怒了光头墙 他直接给我一颗刀 但现在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他就是接着这么掐也该把我掐死了 堵了 人死鸟朝天 不死万万年 光头墙 我给你付防费 我用尽全力从嗓子里挤出这句话 罚术功力气太大了 掐了我脖子话都差点说不出来 光头墙赤红的眼睛一下定住了 整个人明显一愣 意识不知道要不要把我放下来 像是系统死机了一样 你要装死别在这时候装死了 先把我放下来啊 我快真的死了 光头墙 我说我要交防费 你不要防费吗 光头墙这才缓缓收回了手 死死盯着我 他一只手平摊在我面前 另一只手抓着的刻刀也举了起来 意思很明显 交防费或者死 我心一横 反正伸头也是一刀 锁头也是一刀 拼了 我小心翼翼把手伸到后面 掏出一个下午毛毛给的橘子 是若珍宝的 把他用两只手捧到光头墙面前 尊敬的光头墙老板 这是我费了好大力气收集的宝物 价值连城 你一定要好好珍藏 我紧张的盯着光头墙的眼睛 这是一场豪赌 我就在赌500块 不是规则规定死的 我就在赌防费 可以用别的形式来叫 我就在赌光头墙黑化的时候 是若智 不知道我到底给了他什么 光头墙身上的煞气放缓 气息逐渐平稳 他放下磕刀 结果我的橘子端向起来 光头墙挠了挠头 想了想 又挠了挠头 最后还是把橘子踹进怀里了 呼吁我大口喘气 脑中都是节后余生的欣喜和庆幸 堵对了 后半夜我被冷醒了 我揉了揉脑袋 从沙发上坐起来 电视里播放着新闻 声音调到最小声 今夜到明晨 狗熊岭中到大雨 有物 请广大居民注意安全 尽量避免外出 我看着墙上的时钟 微微感到心安 马上六点了 天就快亮了 熊二现在应该就在附近首夜 我的安全系数非常高 车夫应该也候在木屋附近 一旦天亮了 我马上就可以跑路了 再见了该死的光头墙 再见了该死的狗熊岭 光头墙晚上变身后 好像耗费了很多体力 早早就进房间睡觉了 不出意外的话 今晚将会安稳度过 哗啦啦啦 一窗户被风吹开 窗外的雾后得看不到远处 雨打进了木屋 我紧了紧衣服 站起来走向窗台 真是的 这个光头墙 自己家的房子也不晓得关窗 我嘟囔道 手扶在窗上 刚准备关好 却突然看到窗户里的倒影 反射出了一个 不该在这个地方出现的人光头墙 大哥 你走路没声的 我僵硬地扭过头去 只见光头墙穿着睡袍 闭眼站在我面前 大晚上的这太吓人了 我忍不住退后半步 光头墙开口道 李老板 家里的柴火没有了 你去森林里帮我捡点柴火 我人都妈了 第二次了 第二次穿着睡袍 让我帮你捡柴火了 我到底造了什么孽 要这样选择自己死的方式 我思考了一会儿 打算缓缓往门口摸移 并在这个过程中 尽量发出点响动 希望熊二能够意识到 我即将遭遇不测吧 真没想到 大晚上又刮风又下雨 熊二未必能察觉到 我身处危险 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嗯 不对 我突然反应过来 按照往常的情况 如果我这么半天都还没动 光头墙都该黑化了 怎么现在光头墙 还是在原地一动不动 我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 他毫无反应 一道惊雷在我脑中炸开 假的 规则四 当光头墙穿上睡袍 他是无敌的 他的命令你必须照做 否则光头墙会陷入暴怒 是假的 他昨天是故意装作暴怒 掏出电锯 希望在晚上逼我离开木屋 这样就可以借助规则杀死我 我脑中思绪万干 可我知道 现在去思考别的都没有意义了 现在把它解决了 等天亮了 我就能直接溜 死人才是最安全的 既然确定了 光头墙穿着睡袍 并不代表无敌 我就打算给他来一下狠的 我轻轻把手伸进怀里 握住了今天偷藏的一把小刀 啪 哗啦啦啦 一刚刚过来本是为了关窗户 但还没来得及 关上光头墙就摸到我后面了 此时没关好的窗户化作子弹 正中我没心 光头墙被吵醒了 我突然很想笑 笑着造化弄人 光头墙猛地睁开双眼 光头墙 我杀了你 我顺势掏出小刀 向他刺去 我可不是死于话多的反派 干脆利落 一刀毙 这是什么 我世界观都要崩塌了 光头墙手往背后一掏 一把电锯又出现在他手里 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人随时随地 可以掏出来一把电锯呀 我见状只好换招 把光头墙一推 低头毛腰就和他猜戒过 跑到他身后 对视一眼 我发现他眼睛又充满了泄色 他犯病了 世界上最痛苦的是 就是现在我明知道 他并不是无敌的 但我就是打不过他 伐木工力气本来就大 当他发病的时候 更是是大力尘 还别说他手里 哪里把电锯了 擦到就伤 刮到就惨 光头墙你冷静一点 有什么事情 我们都好商量 我一边出言干扰他 一边往后退 他完全没有反应 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在他又一次 高高举起电锯时 我使出吃奶的力气 把我的刀抛射出去 一定要中 一定要中 我眼里都快瞪出血来了 终于 飞刀在我袭击的目光中 划过光头墙的手腕 啊 光头墙吃痛 低吼一声 电锯掉到了地下 光头墙此刻 也没有再捡起来的意思 而是面目猙獰的 一步一步靠近我 我已经即将逃无可逃了 房子就这么大 确定了光头墙无敌是假的 那晚上出房子 可能就真的要死 我死死盯着光头墙 心中盘算着 怎么可以拖更久的时间 我焦急的看了一眼 时钟离六点 还有最后几分钟 怎么办 怎么办 蹭蹭蹭 旁边的大门 突然响起杂门声 我心中大喜 熊二天降正义了 口 我立刻打开房门 熊二嗷呜一声就扑了进来 发现差点杀错人 连忙来了个急杀 你来得太及时了 熊二 快制服光头墙 他又发疯了 熊二朝光头墙冲去 但光头墙已经疯了 根本不知道害怕 和熊二拳拳到肉 打坐一团 满地都是血肉和毛发 钉一钉 一一六点的钟声响起 我见熊二占据上风 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害怕夜长梦多的 我准备直接离开木屋 逃离狗熊领回家 但是怕啥来啥 熊二冒着风雨赶来 身上湿漉漉的 他本身体重又大 此时扭打之下 一个不留神 摔了个四脚朝天 光头墙见状 立刻想跑去捡电剧 但他和熊二扭打的时候 被撕咬的血肉模糊 此时一速并不快 怎么办 到底是不管不顾直接回家 还是回头把光头墙解决了 这不是现实世界 我回家之后 与这再不相关 夜长梦多呀 我咬咬牙 准备掉头离开 最后关头却对上了熊二的目光 我心里一软 他是为了救我 才探上这对提示的 光头墙 给我去死 我抄起一把椅子 拼命撞向他 他挪了半天 刚拨到电锯 就被我撞得飞出去金米远 嗨嗨一扑 一光头墙猛 吐了一大口鲜血 眼里的疯狂都减弱了不少 我眼中闪过一丝不忍 但立刻又想到 如果此时妇人之人 动弹了 此时熊二终于摆脱 地心引力站了起来 我又好气又好笑 仗打完了你出现了 熊二也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憨憨地笑 天亮了 外面的雾终于没那么浓了 透过水汽 我看到不远处 有一辆车亮着车灯 想来应该是车夫到了 我往车夫那走去 熊二突然叫了我一下 我看看他 他看看我 大家放声大笑 但是没说话 上了车 车夫问我要去哪 我说离开狗熊岭 后视窗里的小木屋 和狗熊岭越来越模糊 逐渐消散在雨夜里 突然我看到 前方有个背影很熟悉 我仔细一看 这不是那个奸商小胡子吗 好好好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师父 油门踩死 撞死他 我给你一百倍车废 车夫一脸癫狂 一脚油门踩下 汽车飞迟而去 一阵眩晕过后 我睁开了眼 我正躺在家里的沙发上 墙上的时钟 正好指向十二点 电视上播放着熊冲没